疑似于杨慧如IDCC账号 同一人所持有的账号 Tferix被追查出来后 依旧很活跃 接连两天都持续上线 而IP位置都是在立法院 立法院资讯处呢 公布了疑似杨慧如网均的IP位置 就在中心大楼的二三楼 我们实际走访一次 因为我们也没有人在上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网站 我们没有那么高端的电脑技术 我们真的没有听说 二楼的律文呢 对于杨慧如的IP以及PTT账号 都是一概否认 14间办公室中 就有9间属于民进党立委 遭网友点名的立委黄国书 办公室申索没人应答 段康办公室更是一概不回应 立法院资讯处这边表示 没有新的进度 但是如果检调方面要求配合的话 他们也会协助办案 资讯处透露 当初检调要求PTT提供T-FIRUS资料 但没有获得回复 也因此造成追查难处 先前也发声明表示 这IP是本院中心大楼二三楼 对外IP代表后 根据现行的通讯技术 IP也可能遭到尾茂 或者遭到入侵篡改记录 事件爆发后 可疑账号到底是谁 没人查得出来 让中心大楼二三楼 立委也遭波及 就怕跟杨慧如网军 扯上关系 记者黄明君秀宜 台北报道